哈喽大家好,这里是卡蜜动漫 由于各种社交软件和短视频平台的兴起 女装大佬这个词近年来已经渐渐走进我们的生活 打游戏时我们会遇到用变身器伪装成女孩子的小哥哥 逛漫展时我们会经常在南侧看到穿裙子的小姐姐 各种直播平台上女装甚至成为了一个新的类别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近几年女装大佬越来越多了呢? 女装大佬这个群体中相信很大一部分是顺应时代潮流而产生的 某站不少致命up主都发布过粉丝达到多少多少就女装的言论 粉丝喜欢看活出去了去女装也没什么 也算是对粉丝的一种回馈吧 但其实更多的人女装原因很简单,就是为了火 在这个人人都能当网红的时代,女装是火的一种捷径 不用你打游戏打得有多好,不用你会讲段子,不用你的文案有多深刻 只要穿上女装,开个十几美颜,然后扭扭捏捏的拍个Vlog 就会有一堆人站在下面跪舔 有了知名度后,赚钱的方法就更多了 不管是发视频,还是开直播,还是参加漫展 说白了,这种赚钱方式门槛很低 靠的其实只是豁得出去而已 因此这一类网红型女装大佬才会越来越多 很多人反感女装,其实只是反感这些打着女装的旗号 谋取流量的人 近日闹得沸沸扬扬的,夜夜不是萌妹,就是一个例子 关于他与店家之间的纠纷 我们作为旁观者,肯定是无法发表任何评论的 但可以明确的是,他利用女装 引导自己较为低龄的粉丝去网爆普通人 这是不真的事实 女装大佬的名声,也正是被这类up败坏的 希望某站的粉丝还是理性一点吧 up主发的东西并不是甚至 如此无脑户,已经不比隔壁偶像饭圈差多少了 当然除去网红圈 更多的男孩子女装其实只是追求新鲜体验 或者说是寻求自己而已 相信很多男孩子都有过想看看自己变成女性 去一种怎样感觉的想法 很多自卑内向的男孩子在尝试女装之后获得了自信 受到他人的夸奖 从而爱上这种女装的感觉 女装赐予力量 这种言论其实并不完全是无稽之谈 女装后可以收获自信 而且也有利于释放自己 因此不少长期处于高压状态的行业都会有女装的现象 很多大学学术圈都不乏女装参赛的选手 程序员这个职业中女装的比例也尤为高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男性本身的服饰相较而言就是比较的单一 女孩子的衣服选择性就要多得多了 不管是罗里塔还是杰克制服 这些可爱的衣服只有女孩子能穿 为此而去女装的男孩子也不乏少数 当然了 也有一部分男孩子是真的想要变成女孩子 为此吃糖的男孩子也是存在的 不过希望大家不是万不得已 千万不要尝试走到这一步 毕竟女装可以脱 但是吃了糖就是一辈子的事情了 千万千万要谨慎哪 久而久之 女装形成了圈子 而与这比较靠近的动漫圈和游戏圈 就成了女装的重灾区了 毕竟只要进入了二次元的世界 底线这种东西就已经不存在了 这辈子都不会有的 鲁迅曾经说过 中国最伟大的艺术就是男扮女装 很多人以此为一句 证明女装其实自古就有 但他们并不知道 这句话本身就是一句反讽 鲁迅本人是非常看不起 男扮女装之人的 对梅兰芳这样为了戏剧反串的人 都非常不待见 更别提现代社会的女装大佬了 当然 女孩子穿男装就是帅气 男孩子穿女装就是变态 这种看法本身就站不住脚 女装大佬越来越多的现状 一定程度上反映了 这个时代已经越来越开明了 对于女装这种新兴文化 我们可以不认同 但绝不应该去抨鸡 毕竟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怎样去打扮自己 用怎样的面貌去面对他人 当然那种为了流量 脸都不要的网红除外 而女装大佬们 其实也不用慎望 所有人都能接受这种形式 做好自己就好 社会给了彼此一定的空间 只要你不被金钱所压倒 就一定可以获得他人的尊重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最后希望大家能给个三连 当然如果你实在是要白嫖 那也发条弹幕 正大光明的白嫖吧 这里是卡密动漫 我们下期再见